玉佩老师 来帮大家分析一下 哪些姓名笔画的人 容易招人劫财 好的 你的名字是不是容易被劫财呢 大家就把笔画拿出来算一算 我们要看的是人格跟地格 像大三呢 一名他的人格是六画 地格是四画 那本名呢 好 本名呢 人格是八画 地格是十二画 那婷婷呢 人格是二十画 地格是二十四画 好 我们来看看 什么笔画的人会被劫财 第一个呢 就是刚刚两位主持人说的 叫做自己劫财 人格地格呢 如果分别出现了八 大三的八 还有十 还有二十 还有二十 平庭的二十 二十五 三十三 三十九 四十二跟四十六 一般人我们说到劫财 都会想到被别人劫财 其实自己也会劫自己的财 那怎么劫财呢 我分两个方向来说明 第一个呢就叫做投资失利 就好像说我去开店 我去开公司 我砸了不少钱进去 那这中间呢 不管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总之它到最后就是血本无归 其实在演艺界 我们看到好多艺人都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他其实在本业上面 其实演艺上面做得风风活活的 可是他只要转投资去做一些生意了 每做一个就倒一个 然后偏偏就千谱后继 然后不服输到最后就是血本无归 那还有一种投资失利是真的来自于 比如说股市失利或是房市失利 看别人怎么买股票 怎么买房子呢 怎么买就是怎么赚 但是呢自己进去之后呢 就是怎么买就是怎么赔 其实说自己的实运不好 也代表是自己的这个投资的眼光 其实没有那么的精准 那到最后呢 因为想投资赚钱的 反而让自己负债累累 那另外一种呢 自己劫财的原因是 自己本身花钱就是大手大脚的 没有钱财的概念 生活品位很高 也不愿意亏待自己 总觉得呢 我那么辛苦的赚钱 就是赚得起 也应该犒赏自己一下 所以看到的喜欢就买 那高兴的就出国去玩一玩 遇到打折瓶呢 毫不手软 不管用得到用不到 反正便宜就买回来 好多东西买回来之后 其实猜都没有拆封过 久了自己也忘了买了什么东西了 可是呢东西买了之后呢 自己心里又会懊恼 我下次如果再买 我一定多手 因为他是牵手欢迎 他可能收拾到我了 所以这个劫财是自己造成的 怨不得别人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组合呢 劫财是因为亲友劫财 逆得跟人格如果分别出现了 十二又是大三的 十四十七挺挺的 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三十六跟五十四的人 其实刚刚挺挺跟大三的那个例子 几乎都会出现在我们一般家庭当中 也就是说家人投资失利 或是家人投资失败 这些债务呢就会莫名其妙地落在自己的身上 不得不还 你要逃也什么都逃不掉 那而且你还要承受到一些恐吓 这是投资的 另外还有一种家人在外面欠了赌债 他出国深造了 他落跑了 债主上门了 那你身为家人为了安全 你不得不替他还债 不仅是还债 你可能还要帮他养小孩呢 甚至于还有更令人瞪心瓜子就是 他欠了卡债 然后他不管 银行上门来要钱了 可是一般家人都会抱持着一个心情 他很年轻 欠了银行的钱 以后就是被列为黑名单了 拒绝往来户了 为了维持他在银行的一个形象 所以就流血灌溉 来帮他来还卡债 可恶的是 这边的卡债还没有还完 他那边又另外申请了一个新的卡债 所以永远都在为他还卡债 真的会气死人 那另外还有一种状况就是 当亲友做保或是合伙做生意 你当了什么 当了负责人 那事情一出了之后呢 他当了一个甩手掌柜 我没有能力啊 我不管啊 可是你是保人 你是负责人啊 你就必须来承担这样的一个债务啊 这个叫做业障 有好多人因为这个因素 到最后他工作的薪水 都不敢在自己的账户下面了 那更令人生气的是 这个负债的闯祸的人呢 他说他没有钱还你 但是呢 你三不五时就在社群网站上面看他 他去哪里吃东西了 去哪里玩了 你跟他要钱的时候 他说他没有钱 所以呢 老师觉得 你要说这些笔画的人 没有赚到钱吗 其实有 他们其实是 你加减成储 他是有赚到钱的 只是呢 他身边就是有一个无底的洞 所以让自己搞得苦哈哈的 所以老师要给这些笔画的人 一个建议 就是亲情虽然是很重要 可是你要给自己列一个停损点 不要被亲情勒索 不要被亲情绑架 要不然的话你纵容习惯了 你这些在你这一辈子 大三说的 为什么我都没有钱 如果你的这个绑架你不挣脱掉 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有钱 所以该停损就是要停损 所以这两个组合就给大家做参考